大家好 我是Data 很久沒介紹過上海餐廳 今集找了一間價錢挺划算的上海餐廳 這間餐廳叫做最上海 其實它開張了不久 它的下午茶也挺划算的 所以這次我們就去試一試 要去餐廳我們是深水埗站 B1出後出 出來之後就轉左手邊 沿著長沙環道向前走 去到石劍尾街我們又轉左手邊 不用過馬路 再走一會就會見到餐廳 路程5分鐘左右 這間餐廳的面積也不算太大 桌子放得比較密一點 老實說很多小店都是差不多 因為下午茶就開兩點鐘 我大約兩點鬆一點來到餐廳 其實餐廳那時還有空位 但他們就安排我和其他客人搭桌 我就跟他們解釋我準備了幾個餐 就未必夠位置放食物 所以他們就安排了卡位給我坐 但後來有其他食客進來 他們都想安排我和人搭桌 後來就有網友跟我打招呼 他們才知道我是YouTuber 情況就不同了 原本卡位還有間板在中間 他們都幫我拿走 讓我可以多一個地方來擺食物 因為餐廳就是八日先開張 開張了幾個月 所以那些東西就很新淨 但設計就比較老套少少 可以見到它周圍都連滿了上海的風景 這些做法就熟口熟眠了 很多餐廳都這樣做 而這間餐廳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都比較普通些 正在環境就不會太空 現在可以介紹食物價錢 下午餐的價錢真的挺低 基本上都是42元 左手邊就有六樣東西 有幾款炒粗麵和有些炒蓮膏 另外就有些是A加B的套餐 A類有七類東西 基本上都是麵,但都有個炮法 B類就有三樣小食 生煎包、饅頭和鍋貼 A加B加起來就42元 這些下午茶就沒有飲品 不過大家坐下就有一杯茶 而且它不收茶戒,也沒有加一 如果想加豆漿、奶茶、咖啡 就另外收5元 順便看看中午特價套餐 價錢就43元 有一個菜、飯和一杯豆漿 如果想轉奶茶、咖啡 另外加5元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不像套餐 不過價錢就46元起 都是一菜、一飯、一豆漿 如果要轉奶茶、咖啡 也要加5元 全部都上齊了 總共我叫了5樣東西 再加一杯豆漿 第一時間我們先看小籠包 這個小籠包下午茶特價是26元 正價是29元 見到小籠包有4隻大小正正上上 我們夾個小籠包看看 一夾起時覺得皮很薄 但亦不會爆 大家見到皮真的非常薄 另外亦都有一些湯汁 餡料又多豐富 就這樣吃都不錯 我覺得這個湯汁可以再多一點 但皮我做得挺好的 起碼好夠薄 之後我們就點醋試試 這個醋味道比較淡一點 暫時都不會覺得太酸 另外小籠包點了醋後 我覺得味道幫助不太大 所以整體來說 這個26元的南牆小籠包 價錢不是很貴 質素中上 這個是自選套餐 淡淡麵再加三千包 價錢是42元 我們就看一碗淡淡麵 吃之前我們先攪拌它 看樣子我覺得都OK 這碗淡淡麵的味道就是我印象中的淡淡麵的味道 花生味比較重 另外麵質我覺得都OK 起碼不會太軟 它的份量我以鹹茶來說算多 再加上它還有生煎包 還有這碗麵它有少少的花生碎 不過比較少一點 如果再多一點的話就更加好吃 接著就是生煎包兩個 這個生煎包它裏面的餡料非常豐富 但這個生煎包煎得不夠 所以其實下面就完全不脆 另外這個生煎包就沒什麼汁 但它肉就真的非常多 做出來的效果就差一點 因為我有餐就沒有飲品 所以這碗豆漿就要加5元 以我的口味來說 我覺得這碗豆漿的甜度都幾合適 味道都幾好 這碟就是回鍋肉炒年糕42元 雖然就這樣看份量不算很多 但因為炒年糕就很飽肚 所以這碟東西當下午茶就很夠 年糕的大小不錯 剛剛好一口吃到 而且一件件差不多 這一方面幾好 另外這個年糕的煙韌度相當不錯 而且一件件都有點辣味 所以每一件年糕的味道都幾好 除了年糕之外還有很多其他配料 而且每樣配料都有不少 所以這個年糕的比例做得幾好 青椒吃起來就很爽口 質素相當好 紅椒吃起來辣辣的 亦都是很爽口 我自己就覺得青椒好吃些 但紅椒都不差 然後就要看看豬肉 看到豬肉全部都是半肥收 豬肉有一點是豬肉乾的感覺 還有豬肉會比較韌 我覺得豬肉質素反而沒有青椒紅椒那麼好 豆腐質地其實會比較硬 另外它混合醬汁 味道都幾好 暫時來說我覺得炒年糕是最高質素的 所以如果大家來吃東西就可以考慮一下 這碟就是炸饅頭15元 每個饅頭5元 這個炸饅頭的表面就很脆 裡面就很柔軟 質地很不錯 味點煉奶味道已經幾好 但炸饅頭怎麼可以不點煉奶呢 果然加了煉奶之後 炸饅頭就好像掉入了靈魂 立即升了一兩個檔次 因為這碟都是15元 大家來到就可以考慮一下 幸好我想吃個甜品 所以就選了這個高麗豆沙 這碟就30元 但這三個豆沙都很大 這個高麗豆沙的皮真的做得很好 特別是剛剛炸起 另外加上它的砂糖就很甜 豆沙味道都不錯 但我覺得比較集中了少少 無論如何高麗豆沙我覺得挺好吃 但真的比較甜 今次就叫了兩個餐 再加兩個小食 另外再加冬豆漿 總數160元 大家見到最香濃的食物價錢 就真的不太貴 解放價錢 另外食物質素我覺得都不錯 特別是這個回鍋肉炒蓮膏 我真的挺喜歡 餐廳環境其實坐得舒服 如果不需要坐桌 但這個餐廳設計 就比較老套 加上來說我覺得不算太遠 深酒杯地集 下隔離五分鐘左右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 最上海就吃一個 特別我近期就真的好少吃上海 所以吃上來覺得特別好吃 今天就介紹到這些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